为了带动观光产业的复苏 同时结合环保议题 花莲县环保局配合了行政院环保署 环保夜市的政策 和花莲东大门夜市合作 宣示要提供观光客低碳环保 洁净优质的夜市体验 200多间贴有环保标章的环保摊商 和环保旅店纷纷的响应 并且呼吁只要带着环保餐具 到特定的摊商来消费就折价的优惠 而现场也将提供餐具租借的服务 期盼民众能够减少一次性的餐具使用 降低垃圾量的产生 会带动观光产业复苏 并结合环境保护议题 花莲县环保局配合行政院环保署 环保夜市政策 与花莲东大门夜市合作 15日晚间宣示要提供观光客低碳环保 洁净优质的夜市体验 示范夜市全面食用环保餐具活动 鼓励民众外带自备环保餐具 200多间贴有环保标章的环保摊商 和不少环保旅店纷纷响应 那在夏天嘉年华这个期间 主要在我们花莲的环保摊商 或者是环保银店打卡 只要打三张卡 我们在年底就可以参加 我们非常丰富的一个奖品 那另外的部分在我们花莲摊商 这个部分当我们民事长有讲过 每一个环保摊商 他们所提供的运会都非常的好 包括你是被一次性的环保杯环保餐具 都可以拿到加量 加量甚至折扣股源的一个回馈 花莲旅馆业总共有151家 那目前有116家 加入环保旅店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是不提供所谓一次性的备品 比如牙膏牙刷 还有像肥皂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希望说 所有的旅客都能够从他的家里 出门旅游的时候 就把这些的他的水分的盥洗用具 都能够带到他的雨垫里面来 那减少所谓一次性的这些垃圾的产生 不只要推环保餐具 摊商的环境和油烟检测 也要符合标准才能成为环保摊商 现在就是在设备方面 就是我们增加了洗手台 感应式的洗手台 然后还有卫生纸在供客人 连我们的号码盘也就是这种 可以一直在回收家里有的号码盘 他们现在其实有提供一个 租借的一个场地 就是可以租借这些的环保餐具 你会去使用去租借吗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中央肉 应该是可以去排除位的环保 活动期间只要带环保餐具 到特定摊商或旅店消费 都能享有折价或住宿等优惠 东大门夜市也将提供餐具租借服务 花莲县环保局指出 民众都可以在现场扫描QR Code 进入花莲油爱地球网页 查到相关资讯及优惠 期盼能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降低垃圾量的产生 携手一起绿色小旅行 记得讲帮演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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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